每日铃鸯我要听 每日铃鸯每天听 神的话语在我心 要纯迹在我心 要纯迹在我心 阿们 今天我们来读出埃及记的第七跟第八章 而我今天挑的是第八章的第一节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你继续见法老对他说 耶和华这样说 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 如果你真的在读的时候 你会发现 好 这个前跟后呢 哇 他已经多次的进去见法老 对不对 实在嘛 所以他已经多次去见法老 去跟他讲 然后法老每一次都不同意 然后神又再一次的跟摩西说 你去见法老 我今天在思想 在读我七八章的时候呢 我忽然有一个思想 我们会不会有些时候呢 我们就前面有一个前车之见 我们就不想再做了 我们觉得何必呢 反正法老不会答应啊 我们何必这样做呢 反正法老不会同意啊 神啊 你到底要做什么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去呢 有用吗 我发现在服饰当中 你有没有发现 弟兄姊妹也常常有这种反应 我们已经做过了 没有用的 不要再做了 牧师你有没有祷告清楚啊 你这真的 你真的有听对吗 神真的这样说吗 怎么可能神做出来的答案是这样呢 我觉得值得你我去思考 我们有时候我们会不会 有一些事件 在我们的里面 就像这里一样 我们觉得已经做过了 不要再说了 做过了 不要再讲了 不可能的 别说了 不要了 我们已经试过了 不用再祷告了 不用再等候了 不可能的 可是神说话呢 家人们 如果神说话呢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你进去不见得法老 我觉得求主来帮助我们 真的对神有盼望 对神有盼望 其实好像再一次 对人也有盼望 对我们的领袖也有盼望 虽然好像前面已经几次了 可是当他们再希望 再有要求 你愿不愿服下来 你愿不愿意 愿意 我去求主来帮助你我 因为这真的太难了 太难了 可是我们愿意这样做 求主来帮助你我 真的让我们能够 真的能够 完全的服下来 完全的能够照着去做 相信 你我可以的 愿神祝福你 Amen 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喜欢的话 可以帮我们分享 愿神祝福你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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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